大家好,我是强子 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就正式进入性能测试 和LowRunner工具运用的这门课程的学习当中来 首先呢,对这门课程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 关于我的一个自我介绍呢 咱们有专门的一个视频来去给大家介绍我的一些工作经历 和一些这个成长的一些经历 大家再去看就行了 所以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去给大家强调的地方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主要来看一看 咱们既然要来学习性能测试这门课程 那么我们首先一定要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需要性能测试 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话题 我们既然要学它,那我们为什么学它 好,现在来,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这些应用系统 它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呢 都是基于网络的分布式应用 对不对 我们无论是用手机打开一个APP 还是打开一个网站 还是用电脑访问一个网站 访问一个电子商务的系统 访问一个银行的这个电子银行的一个系统 或者呢,负一笔垮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系统 都是属于基于网络的这种分布式的应用 无论它是以外部形式呈现的 BS架构的 还是像QQ啊 这样的微信啊 这样的CS架构呈现的 都没有关系 都一定是属于分布式的应用 那么对于目前啊 绝大多数 应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应用系统 都是这种基于网络的分布式的应用系统 那么他们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我们是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 到底会有多少人来使用我这个系统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现在有可能 比方说像这个淘宝或者说京东啊 他们双十一搞一个活动 那可能当天呢订单就爆棚 那很多人会同时在使用这个系统 那系统到底这个性能怎么样 系统能不能扛得住这样一个高峰时候的压力 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测试的地方 那另外呢 由于阵营委分布式网络应用 它的一个用户的数量的不确定性 甚至用户场景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么也就导致呢 咱们再去进行这个系统的测试的时候 不单纯只是考虑它的功能和业务逻辑 或者说可用性安全性了 同样我们也需要考虑它的性能和可靠性 因为我这个用户在访问这个系统没有问题 但当用户一多了以后 有可能系统就崩溃了 那么谁都访问不了 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系统啊 会突然一下就死机了啊 没有办法访问了啊 或者说呢出现了这个崩溃的情况 导致呢没有办法开展业务啊 这种情况都很多的 有很多典型的案例 比方说呢 像2008年咱们中国举办奥运会 那么奥运会的这个订票的系统呢 在定这个开幕式的门票的时候 因为由于很多人呢 就对开幕式感兴趣 都想去参与一下开幕式的这个热闹的场面 都去订票 结果呢导致网络崩溃啊 系统没有办法啊 来来来进行这个订票的处理 系统就崩溃了 谁都用不了 谁都没有办法订票了 这是一种 那还有的话呢 像2012年是伦敦奥运会 也出现了这个系统崩溃的情况 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很多很多了 有的呢 导致着可能就短暂的这个死机 重启一下就好了 有的呢 直接导致的就是业务根本就没有办法运作 还有我们呢 一直比较这个 吐槽的12306这个订火车票的这个网站 也是啊 由于特别是春运期间 大量的用户去订票 导致系统呢 没有办法负载这么多这个用户数 导致系统崩溃啊 经常会很慢或者半天没有响应 那这就是啊 基于网络的分布式应用 他们呢 所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啊 用户数量 增长或者说增加啊 导致的一个挑战 导致呢 咱们的系统负载 没有办法负载这么多用户 甚至呢 我们可能用户能负载这么多 但是呢 我们的网络带宽没有办法支撑 也都是问题啊 都会导致我们的系统呢 出现啊 无法负担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呢 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前 需要去对它进行性能测试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个系统 它最高峰能够承受多少用户 第一个 能够承受的并发用户数是多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带宽够不够用 咱们的网络带宽 当用户量很多的时候 每个用户呢 都要从我们的服务器下载资源 咱们的带宽够不够用 第三个呢 CPU够不够用 CPU不够用就会导致CPU使用率呢 一直标到100% 我们也感受过啊 我们自己的电脑CPU标到100%以后呢 电脑就会很卡很慢 那第四个呢 内存够不够 内存够不够 那么还有呢 像这个硬盘 硬盘呢 现在都比较便宜啊 所以容量基本上不存在问题 最关键的是硬盘的速度 是否跟得上 我们知道啊 现在的这个机械硬盘 其实速度都是很慢的 所以慢慢的 我们很多一些核心的系统 都慢慢的被这个固态硬盘替代 固态硬盘呢 它的这个 Io 的这个效率 比机械硬盘要高的多的多 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但是固态硬盘呢 相比内存来说还是慢 其实内存才是最快的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就会提出了 大家可能会听到过一些概念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数据库啊 直接放在内存里边 叫内存型数据库 我们把数据库的这些文件 直接加载到内存里边 来来来提供数据查询 和增传查改的这样一些服务 这就很快了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概念啊 内存呢 比硬盘的速度要快得多 同样它也快于固态硬盘 那我们去做测试 做性能测试 其实就是要去看 这样的一些系统啊 它所存在的这些负载 到底能不能支撑得了这么多用户来访问 那么这是从服务器端的角度来看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那么我们看出到的系统稳定 是否稳定 我们当用户很多的时候 这个系统是否稳定 12306啊 或者奥运会这些系统啊等等 或者一些证券交易系统 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些 这个系统崩溃的情况 而且他们都是啊 一些有有这个交易的一些 这个系统 一旦死去 其实会损失是很大的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其实 那个淘宝网或者阿里巴巴 这个网站 其实他们啊 据我朋友了解啊 这个他们服务器那边 也是经常重启啊 经常出问题的 但对用户来说 在后台他感觉到的 可能是这些资源有问题 或者系统崩溃 但是对用户来说啊 我感觉不到这个系统不稳定 那也可以 你只要能想办法让用户感觉到是一切正常就可以了 我管理后台是怎么来操作的 那这毫无疑问需要呢 热切换需要呢 系统这个集群 甚至云计算平台 共同的来支撑啊 这台电脑出问题没关系 其他电脑还可以跟得上 还可以有备份来提供服务 这些都可以的 所以呢 这都是一些啊 面对系统平静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而已 对用户来说去关注的是 到底你的系统是否稳定 还有一个呢 这个响应时间快不快 当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们希望的是啊 网站搜的一下 这个网页就打开了啊 这用户感觉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去测试呢 除了考虑服务器后台的一些指标以外 也需要关注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啊 稳不稳定快不快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我们新能测试 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啊 我们新能测试 作为一门专门的 而且呢 其实是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一门 这个技术课程 需要专门的来学习 而且另外啊 也给大家一点这个信心 企业呢 对于性能测试工程师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当然了 我们所获得的薪水 获得的收入 应该说呢 也是所有的测试技术类型里边啊 工资最高的一个一个部分 测试架构师 然后性能测试工程师 当然都是属于啊 真正罢经我们吃透了这些技术 这两个领域的这个工资呢 其实应该要说要比其他的一些测试的一些工种的工资呢 要高一个层次 所以呢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啊 建议大家都好好的去学性能测试 真正呢 希望大家能够呢 从这门课开始慢慢的成长为一个性能测试的高手 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门课主要要学习什么东西 那么咱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呢 就是性能测试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和原理 这里边一些核心的技术和原理 有很大一部分呢 跟我们前面所学习的web测试里边的一些关于网络的部分 关于协议部分有很多是相似的 所以web测试呢 其实给我们学习性能测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咱们要学习的是现在啊 应该说呢 最流行的一款性能测试的商业工具 Lulurama 它的一个咱们对这款工具的一个运用 我们有了核心的技术 有了核心的原理 再配合一款这个比较不错的工具啊 或者说呢很受欢迎的一款工具 很强的功能很强大的一款工具 那无意呢会让我们呢 这个啊 对性能测试实施的时候呢 事半功倍啊 更大更加的得心应手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啊 深入学习的第二个层面的东西 那第三个呢 那就是咱们真儿八经的性能测试的实施过程 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该怎么样去解决啊 然后的话呢 当我们怎么样 把性能测试实施做了以后 我们还需要去看 到底这个系统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日常运营的一个要求 那这些呢 也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那么如果有问题了以后 我们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是我们呢 需要去了解 最好呢能够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和咱们的这个系统管理员 和咱们的运营人员 甚至呢和咱们的开发人员一起配合 把这些问题呢解决掉 让系统呢 处于一种最优的一种状态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具体在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掌握的一些知识 总的层面来说呢 咱们要学习的主要的就是这三点 那么当然了 还包括咱们在真正做性能测试的过程当中 有的情况下 第四点呢就是说 有的情况下 可能LowRunner并不能完全解决 毕竟LowRunner呢 它是一款通用的新能测试工具 它既然做的通用了 对于一些专项的新能测试 可能它就很难完整的解决 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呢就可能需要考虑一些 其他的一些方案 但是这些不能解决 工具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呢一定是从原理 从方法从我们的这个新能测试的本质 入手去想办法去解决它 好这边呢我们将会在这个新能测试的一些扩展的话题当中 给大家去介绍 好这边呢是咱们的一个课程体系 第一部分新能测试的核心技术 第二部分呢 Lowrunner的工具的运用 这里边我们看到 Lowrunner工具的运用里边会牵涉到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那第三部分呢 是我们新能测试的一个分析和设计 这里边更多的呢 是基于我们前边所学习的一些技术和原理 然后呢 针对咱们实施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的问题 去给大家谈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解决办法和一些观点 那接下来呢 是一些扩展的话题 包括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硬件指标 或者是软件指标 它们的一些这个工作原理和怎么样去认识它们 只有这样了以后我们才知道 当遇到问题以后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 这边不应该完全的叫做硬件性能指标 咱们就说常用的后端性能指标吧 那我只是挑比较常用的一些 并不是全部 因为一个应用系统的性能指标有太多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在课程里边一一的列举 但是我们了解了这些基本的指标以后 那么再去扩展其他的这个性能指标的理解呢 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那还有吧 包括一些底层的协议或者呢 使用Java的Vuser 这是Lowrunner的另外一个功能来开发一些其他的性能指标的小本 并且呢让大家能够快速的上手 能够拿到一个系统以后就知道怎么把性能测试给做起来 这是我们这本课程的一个大的一个目的 关于课程的一个介绍呢 咱们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